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是零期一期 真的如果找到confirm是沒有其他的抗散 只是做手術就可以了 五年的傳媒率真是95%以上 其實是很好的 但你越向後拖的話 去到譬如說三期左右 可能五年的傳媒率剩下20%甚至再低 去到第四期 即是其他器官 包括可能走到肝、骨 就真的在說如果甚麼都不做 可能他的生命只剩下六至九個月 所以是看其數的 如果我們在說一般的治療方法 一般在肺癌來說 都是手術、化療、電療、飆飽藥 或者未療法 主要是這五個範疇來說 我們儘量都可以做手術 都想做手術的 一般來說如果是一期、二期 或者三期的病者 都可以用手術做主要的治療方案 但可能去到二期左右 可能要加一些輔助的化療 或者去到三期左右 可能要加其他輔助的電療 或者一些未療法的藥物去輔助它 但如果去到第四期或者三期 因為那些已經是擴散了很多的淋巴 或者一些器官的話 那些就要一些系統式的治療 就不會是手術的了 但現在科技都很先進 那這些藥我們叫做 個人精準醫療 Precision Medicine 所以來說 它現在的腹狀都少 也只是針對癌細胞的話 效果都很好 所以來說 比如說我們講 而我自己的經驗 一般如果說四期 如果甚麼都不做 可能六至九個月 但是如果真的找到一些 對應到它 去個人化的一些標靶藥的話 起碼頭的二十四個月 很多時候 癌都能夠明顯縮小了 或者控制得到 起碼都有三 當然每一件事都有限制 也有機會出抗藥性 但可能三至五年 也有很多病人 都能夠做到這個 用標靶藥都繼續生存到 所以來說 我想大家就不需要很擔心 我第四期等死 現在這個觀念已經在肺癌 就徹底不是了 能夠美之一 不會到了 奇妙ity 雞